国际焦点大家依旧关注的是乌克兰流血街头示威情况一系奏变 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遭到罢处下台 各界都非常的忧心乌克兰接下来的局势会如何 然而就在国家是否会陷入分裂的同时 在一场反政府示威的活动当中 却出现了这样的动人故事 一名抗议女子和对立镇报警察擦出了爱的火花 金府独立广场仍有数百名群众聚集不散 广场上的气氛夹着胜利疲累 以及对上周血腥镇压罹难者的哀伤 乌克兰人民革命虽然一系成功 但新政府将如何筹主 以及财政正面临倒在危机 目前俄罗斯金援显然已落空 尽管欧美也体认到必须协助乌克兰 但谁也不敢保证承担 尽管乌克兰情势越演越烈 但在一场反政府示威活动中 一名勇敢以肉身挡在前线抗议的24岁女子丽迪亚 却感动了一名与她对立的镇报警察 原本应该是对立的两方 竟因此插出了爱情的火花 两人穿出恋情后 当地一家电视台还请丽迪亚上节目 分享这段奇妙的爱情经验 但没想到丽迪亚竟然在现场直播的节目中 公开在抗议中身亡的朋友照片 并跑轰电视台抹黑反政府示威者 说完就直接掉头走人 让主持人当场哑口无言 随着总统亚努克维奇的落跑 乌克兰民族是否会陷入分裂 以及有谁来帮助这个濒临破产的国家 重振经济 美国会不会伸出援手 目前全都是问号 国际中心林以兴编译